那我分享出来的东西里面 刚刚会需要的有几个 第一个是这个数科的题目 题目挡在这里 那练习系统就看各位 其实不装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它题目 写出它要的结果就可以了 那练习系统安不安装 其实倒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不是主要是 考这个证照 所以这部分看各位要不要安装 那另外呢 上面如果说你上个礼拜的 那个环境部分 建置上面有问题的话 那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打包好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呢 里面就包含那个上个礼拜那个 JDK没有了 JDK不用了 Eclipse 然后ADT 加什么 Android SDK 最后加一个中文化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英文的 也很简单 还记得吧 就是下一个参数就好了 -NL 然后呢 空一格 双引号 后面给它一个参数1N 那就会出现的是英文版的部分 英文版的部分 OK 好那第一个当然你就把环境下载解出来 就可以了 那我刚刚 因为我这一台低迭会还原 所以我又重call了一次 那还好我们这边电脑算是目前我到过的学校 应该算最快的吧 我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电脑是右键内容 我看一下 好像是这个i7的2600 目前到过学校 然后用的算最快的 所以各位对于这样的设备应该还蛮有福气的 可以用这么快的电脑 好那个Android实在是还蛮蛮好的 因为不然其他学校有些甚至连i5都没有 还是双核跑起来其实非常的吃力 有的时候到底不知道说到底是程式当掉呢 还是因为电脑太慢 OK 那把那个Eclipse下载之后解出来 首先的话第一个 你就执行那个Eclipse 要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跳出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一台没有灌什么 没有灌JDK 这个环境好像 看一下 C叠底下 我上一礼拜讲过 你可以C叠Program File底下的那个Java JDK JDK 难道是X86这一个 因为我的这个环境是64的 环境64 可是我Eclipse是32的 这有点麻烦 那可能我要再当一个那个32的 把它灌起来才可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着把环境先Ready 或者是说 或者切到那个32环境XP下 我已经把那个X86的 那特别是如果你是下载的是32位元的Eclipse 那你在64位元下面也要装那个 JDK是32位元的 如果你装64位元 两个都是 要必须两个都32才可以 那我现在就已经把它 这个开起来 就OK没问题 那另外呢 我的工作区 我把它放在低点底下好了 那特别注意 在Eclipse跟Android搭配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 请各位呢 你们的Eclipse的环境 尽量不要放在随身碟 最好是放在实体硬碟 C或D底下 否则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把它放在随身碟RUN 是可以RUN的起来 但是呢 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 这个Resource档 撞不到之类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们的那个工作区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工作区的名字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夹 这个名称 也不要用中文的 如果你用中文的话 也会出现问题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呢 这个名称呢 是中文的 也出现问题了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呢 你的Eclipse的路径 也尽量不要放在桌面上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把那个Eclipse的环境 放桌面上面 那因为在我们的中文 中文的Windows里面 它的桌面 也就是